今年农历吞结 有一部电影《鸡排英雄》 让台湾人再度的买票进戏院去挺国片 开出了上议员的亮眼的票房 政治人物说 要看《鸡排英雄》 才会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台客文化 我们专访了《鸡排英雄》的 导演叶天伦来谈一谈 他怎么把鸡排变成英雄 随便记得 艾小培何正联的报道 888夜市有初音 美食导览服务 还有各种多样化的选择 他就是这么热情 我觉得这个台湾人的特质 是我一直想要强调的 我现在一百五十三百五 我现在二十五三十七十五 我现在二十七十八十 都是什么看法 台湾人大家都说台台台台 台道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一种关心 跟一种默默的支持 然后互相的扶持 因为台湾这个地方太特别了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那夜市因为它刚好是一个团体 它是聚集在一起的 在这个夜市里面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物 它的背后都有不一样的故事 跟角色的状态 我觉得这个是很 很容易就是在这个农桌的状态下看到的 鸡排真的变英雄了 上片不到一个月 吸睛破译 成为继海角七号 VANGA之后最卖座的国片 这里头说的是什么样的夜市人生呢 传递一个温暖 台湾人就是你看现在 不管是环境 经济 政治 社会 就是在一个很动荡的状态之下 任何台湾人都对夜市 已经是非常有感觉的 你就算没什么感觉 你也会常去 所以就选了夜市这个品材 尤其是那些中下阶层的人 他们感受更神 对 因为他们每天 所需要面临到的账单要不要缴 然后小孩学会怎么办 那个真的就是很切身的问题 六年级的新手导演叶天伦 加上自己的妹妹编剧叶丹青 这对兄妹一手捏出了 这鸡排英雄的图形 他们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 从台北的乐华夜市 一路南下跑到了高雄的六合夜市 他们挖掘出了许许多多 温暖原心的小人物故事 很多这种讨生活的感觉 还有那种氛围吧 我不知道 就那个一进去 他们东西一摆 然后没事的时候 他们聚在那边聊天 喝东西 我都觉得会时时刻刻让我觉得 我真的是在一个夜市里面 那个饶河街有一个阿嬷卖猪鞋糕 大概四十几年前 一只五毛 但是他靠着卖一只五毛的猪鞋糕 买了一栋二十几万的房子 那你看二十几万的房子 他要卖多少只猪鞋糕 我还记得有访问到 有瑞峰夜市的卖牛排的老板 他就是那个阿珠的原型 对 非常阿沙里的一个人 他就说不是辛苦人来做野菜 因为猪鞋主吃真的很辛苦 社会底层看天吃饭的小人物 感动了这对兄妹 他们决定要把故事搬上大萤幕 碰到第一个难题是 有哪个夜市可以借他们拍电影呢 我这里的野鸡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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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厨每个礼物 每个礼物 我都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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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 我们平安 谢谢 谢谢 原本从想要在一个这样的夜市里面 真正的夜市里面去执行 一直到最后是 我们选择自己搭造一个起来文 找了一套真的摊上 等 我们就去找那个头 然后跟他说 那他们也很可爱 我就要看电影的 好啊 然后就 套招了一大票餐商 就是里面有什么 咸酥鸡的 芭蜡蜡的 梁蜡蜡的 梁蜡蜡的 就是一夜之间 所以真的 来到这个 我们888夜市 一进来 我就会 哇 靠 不是靠 哇 这个地方也太真了吧 就是觉得真的走到夜市里面 这都实际 这个打都完全是造型的 不联系了啦 你要当女主角那么容易 所以啊 后面还有很多人 准备要把你干掉 你要一直吃 他那么臭 你都没有危机艺术 剩很多啊 我从第一天 就是老板的摊位 都进来之后 我就开始一直吃 就去每个摊位一直吃 很开心 就觉得好幸福喔 这是我待过最幸福的一个剧主 各种小吃都有 我说 赵哥 你什么水户怎么没有拉 他说 咻 拉不起来 蛤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变那么胖 本来三十二腰的裤子就可以穿 现在穿到三十四都穿不下去了 还把人家那个西装裤拉链给穿坏掉 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呈现出夜市的氛围 这场景搭建好了 男主角却难产 编剧设定的男主角 是个标准的台客 该找谁好呢 这女孩 看起来虽然恰伯 但是又比较可爱 这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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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自己 很久以前 我就很喜欢这种 这种 男主汉 就是卡车司机 卡卡司机 这样子 很man的 很power 因为我觉得这种角色 其实很性感 你知道吗 就很性感 又很可爱 其实她们都很像小孩子 蓝正龙是另外一个角色 赵哥赵正平跟我推荐的 他说你怎么不找蓝正龙 OK的 他台语会讲吗 他讲算很台 他说他很台 你不要看他那样子 他OK吗 他台语会讲吗 他台语很溜这样子 他说 导演我超不怕愁的 因为其实我也 因为就觉得自己不是那一块料吧 对于严公子这个部分 他有亲切感 有归属感 不正常 有热通房 明朝有热通房 这比较美丽 对啊 以前在这样 我会有同学打六颗扣 这样他板个装不会成功 他有一种很地道的那种 给人家的气息是很适合演台 而且是很可爱的 所以我是参考我爷爷 然后就衣服一定要扎进去 然后那个皮带 然后就是在讲话的同时 也要常常去把自己的衣服弄成整齐 阿华从小就生活在夜市里面 然后跟着奶奶一起 卖四层汤这样 还有那个猪大哥 因为他从小就在夜市里面长大 所以跟这个摊贩的感情非常的牢固吧 所以都很信任彼此 然后是有一点大家都信任他的感觉 最后打动我的不只是台语那种 不只是他从小有夜市生活的这个经验 另外一点是我很惊讶地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演员 他不是偶像 为了刻画出电影中台湾在地的本土文化 导演加入了布袋戏的元素 那像布袋戏的部分是我们也想形塑男主角 他是隔代教养 除了在学校吸收到的知识之外 就是从阿嬷这里学习到的 所以就把布袋戏这个部分把男主角简立起来 怎么会笨成这样 看我的食指已经稍稍的弯曲了 我没有用任何力量 因为布袋戏其实大家看好像就是手指头插进去 然后这样玩 然后可是其实你手一伸 然后大家习惯会这样 这样的话其实头一定是歪的 所以你在其实你在出现的时候 手指头就要一直遮痒 所以很容易肌肉痠痛 他其实是 从小跟着爷爷一起玩布袋戏长大这样 去睡觉了 不好意思 买给你来帮你 在你 其实最刚开始上布袋戏课的时候 我是有点担心的 因为我自己也是表演者 我自己去学了之后才发现 哇他明确是有难度 他的难度比我想像的更难 拿五万给你 帮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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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布袋手感很好 他学的比我们任何人都快很多 我觉得还不错 但是他刚开始也有点排斥 从当中就找到了武松打虎这个戏 我觉得跟这个故事其实呼应得很好 因为武松嘛 《水浒传》就是杰弗继品 杰弗继品的电影故事当中 穿插着黑道在夜市呛下的情节 这一幕爆破戏 让新手导演拍的是提心吊胆 因为我们本来设计的风泡是往那边拔 然后我们在这边跑 可是我在躲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风泡就是这样 就是好时不时就是90度的掉下来 就是掉下来刚好掉我的头皮 然后我在演的时候 我突然闻到一股胶味 不会吧 就烫烫的 我觉得应该是我的头 然后我就赶快抓 抓 把他抓灭这样 然后我还是把他继续演完 电影中还讨论到 台湾特殊的文化现象 新闻媒体充斥 为了抢八卦各出其招 片中的女主角 就是狗仔出生了 不然重要的不是青山色尔的事实 你懂吗 他在对于他自己生长的 这块体系 跟他自己的认知 他都是有一些认知上 认同上的问题 那我们可能在头部 就把他跟美姐姐 他是一个记者 因为他小时候 深受父亲的影响 然后爸爸是个人权运动的记者 然后可能因为爸爸的关系 让他想要当记者 可是因为爸爸的过世 让他有一点迷失的方向 然后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会成为狗仔对 这也让他是 其实心里是很迷惘的 我所认知的新闻记者 好像追溯起来是 大概是 也就是影片里面看到 女主角的爸爸那个年代 我觉得那个年代好像 那个记者是 我比较能认同的 这个讲述 台湾人生命力的故事 由观众看了之后想问 这是电影版的夜市人生吗 导演可不这么认为 就像八八八夜市的 这些摊商们 他们什么都经历过了 黑道也经历过 白道也经历过 家里有问题的 怎么样的 跟隔壁要打架的 增摊位的 你的生意好 我的生意好 他们什么都经历过了 但是经历过了这些之后 他选择相信人性是善 远远的就有大姐举手了 他好像要发表他的意见 然后就冲上去 我才发现他整个脸是 就是烧烫上的 对 就是曾经有烧烫上的痕迹 我才知道他原来他就是从市场出来 对 然后他会有那样就是因为 在市场的那种霸凌事件 所以他家被放一把火烧了 你可以看到很多小人物 跟属于这块土地的那种温暖 就是说他现实生活 他还是这么苦一半呢 那在电影里面 你给他一个小小的梦 就是说原来这个现实是可以被克服 鸡排英雄拍片资金六千万 但是拍摄之初 导演他可是自掏腰包 卖了房子 筹措资金 连银行人员 都追着跑到了片场 在那边 就穿套装的小姐 站在那边 我就看到他 我就是过来过来 然后我就说 导演这刻先不要拍 我说过来签名 过来签名 还没画 不认你是否已经看过鸡排英雄了 这一个从社会底层小人物出发 由台湾人自己叙述的台客故事 已经是今年国片圈 一个亮眼的代表作 导演叶丁人说 其实鸡排英雄当初的这个故事脚本 一开始就锁定 希望能够由诸葛亮来调查演出 他认为放眼演艺圈 只有透过诸葛亮 才能够真实地传达 台湾在地南珠海的那种精神 他等了两个多月 才等到和诸葛亮见上一面 没想到诸葛亮他一看剧本之后 他马上说呢 这部片铁定会大卖 甚至呢他主动在电影当中 演出自己躲在跑路的真实人生经验 还有一场哭戏 这个导演印象也很深刻 他说诸葛亮 根本不需要给他任何时间去酝酿情绪 五四三二 他的眼睛里呢 满满的都是戏 也让大家见识到 可姜还是老的辣 我们继续来看 这边记者艾晓培和郑联的报道 开始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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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要请到大牌演出 有可能吗 第一次朱大哥决定说 先来见个面 我们先不要讲 要不要接这一句戏 大家先见个面聊聊天 就很紧张 其实朱大哥他 历经了这一二十年来的风霜 或者是什么 他有一个很准的就是 他看人一定很准 他只要多下来跟你讨论 跟你讲话讲个五分钟 他大概就知道你这个人 有没有 这对充满热情傻劲儿的兄妹 毕恭毕敬地向朱哥亮 报告他们拍片的想法 朱哥亮听完之后 正要踏出会议室大门的同时 刚好遇到了一个老朋友 是个戏院老板 两个人见面之后 画匣子一开 让朱哥亮心情大好 一口答应接下戏约 第二个是 怎么会这么巧 一开门就遇到 十多年的老朋友 所以我觉得他很重情分 他也很看重缘分 那可能也是因此吧 就后来从见面之后 一切就很顺利了 有了天王朱哥亮的加持 剧主仿佛吃了定心碗 朱哥亮他的片酬三百万 占了整部片的成本百分之五 但剧主都觉得 这实在是太值得了 其实大家都看到 他是比较就是搞笑幽默一点点 其实他的内心是演得真好 其实我们很相信演员的重要性 尤其是在台湾电影 他可能在制作上成本上 或是什么 他会有一些局限 像这个电影会有一些局限 没有办法做大场面 之类的 那相对之下 演员就非常重要 其实真的觉得他演得非常非常诚恳 跟有深度 我印象当中 跟他对戏最深刻的一场戏 就是Ending场的时候 他最后把 最后就是来找我奶奶那个戏 四戏的时候 他其实 我看朱大哥 就是梁朝伟又附身了 就四戏的时候走出来 那个状态我想说 哇 才会入戏 他就是眼眶又红红的走出 漂走出来 我官地官藏来说阿嬷 Villa 好 淡 我 我知道 Shore 每一片的都是我滴 我真的变了 我活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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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是 我怕不再会 我怕不会 我活着了 你活着了 那天很急 因为他很怕自己情绪不见 所以他就拼命的指示导演说 快点快点快点 我倒不掉了 就蛮感动的吧 诸葛亮的加入 让鸡排英雄的卡斯阵容更加坚强 诸葛亮甚至还大方分享 自己跑路的人生经验 让角色刻画更加的鲜明 然后他就说 我不能直接跳 然后这个戏要有感情 就是阿嬷看到他被逼堵在 阿嬷把金牌在拿去当铺当 然后放在那边让他偷 然后对这样才感人什么的 因为我以前是一个人家人家出事 让人家戳去闭闭 但是到时候我变成了什么 疑问 但是中间有很多的逻辑 来自于小人物的逻辑 那种中下阶层的人吃过苦的逻辑 真的是朱大哥赋予我们的 在电影中和诸葛亮同场标系的演员 都见识到了台湾本土秀场天王的魅力 因为要跌坐下来 就脚就 哇 马上就一块绿培就流血 可是他也是没讲什么拿起来弄一弄 因为朱哥亮我擦一擦 也是坐下来继续跟我讲后面的剧情 朱哥亮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是传奇 那传奇的意思就是 这个人可能是不在的 可是当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真的有就是很shock 因为他对我来说真的就是 很像从电视里面走出来的人的那种感觉 我就很想摸他头发 不是我一直看你头发对不起 这是针发 真的 真的一样 可以可以 真的 你能不能到朱哥亮的场合 你需要告诉我妈妈 绣场天王朱哥亮不只会搞笑 导演说 朱哥亮每一个镜头的演出 情感层次都非常的丰富 他不喜欢试戏 有时候我们比如说 当然跟摄影机的运动这些 就是技术性的技术排练没有问题 但是他不喜欢跟演员去试这个东西 你直接都不停 我们就直接来 就拌出来 我看阿嬷 我看得到阿嬷这 阿嬷就要打 就要打 就要打 朱大哥的表演 老实说我真的有吓到 因为我没有预期到 在朱大哥的眼睛里面 是充满这么多感情的 没有预期到 这个哭泣 可能已经是他十几年来的酝酿了 当他去回想这么多他曾经经经历过的人生 很快就会哭了 因为这十几年来都是真的 从日进斗金到负债远走天涯 诸葛亮要在大荧幕上面 和观众朋友分享他 大起大落的人生故事 每一节最新首播 请您准时锁定 每周日晚间八点钟 台湾起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